4月29日,搭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长征5号B-12运载火箭 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数万名民众见证了发射任务取得成功 25岁的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祝超表示 在沙滩上看火箭,不仅是视觉享受,更是航天爱好者的盛会 来这边看火箭嘛,就是不光说能够看到火箭它本身的一个发射 还有包括就是,它因为是在海边发射,就海和火箭一起的话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匹配 来自美国的朱厄尔斯·莫里森和家人在兜售火箭文化山 莫里森一家是定居海南的火箭发烧友 这是他们第三次来文昌看火箭 因注意到,观看火箭发射的沙滩上,鲜有相关纪念品售卖 便自己设计制作了印有火箭图样的文化山,卖给前来观看火箭的人 特别好的感觉,有一点exciting什么说 兴奋,对,看到火箭出来,还有很长的,very loud sound 还有多人是开心,我们都在这里一起 每个不一样的国家 但是我们没有问题,我们开心可以一起来 使朋友看火箭,这个太好玩 据了解,天河核心舱是中国空间站发射入轨的首个舱段 主要用于空间站统一控制和管理 具备长期自主飞行能力,可支持航天员长期驻流 开展航天医学,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 起飞质量22.5吨 是目前中国自主研制的规模最大 系统最复杂的航天器 因此,民众们对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建设充满着期望 能够说不光是为中国的一个航天事业 也是为国际的一个航空事业 做出它应有的贡献吧 这是对全人类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这就是我的一个对它的期待